如果政府想人延長退休年齡 減輕社福開支 前提是一定要確保市民健康才能做得到 大家好 我是曼德生 是民主思路的成員 亦是一個業餘的社評家 香港有很多事都是世界之序 例如樓價最高 油價最貴 還有壽命最長 最近我和朋友聊天 討論一個問題 其實單單要長壽命 是否一定是一件好事 思想下 某軍活到超過100歲 但插了管 沒有任何機能反應 那麼更長命又如何 我們中國人的傳統 是以孝道為先 大家都想家裡的人 尤其是上一輩是會萬壽無疆 但如果長者受到病魔前身 百孔千瘡 沒有康復之望 令病者受盡折磨 刁住一條命 真是會生不如死 如果這個情況出現在基層人士身上 他們只可以依賴公共寫福和醫療資源 要照顧和養活病人的家人 更加可能會跡路成績 所以我個人認為 不單止人要有長的壽命 英文叫做Life Spam 還要有長的健康期 英文所謂的Health Spam 這個就是涉及到醫療資源分配的問題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榮優教授周永生曾經說過 香港醫療水平很高 治療方面也相當出色 但是公共醫療系統是傾向疾病的後期救治 預防和康復從來都不被重視 這兩樣防患於未然的健康投資不早 其實政府有沒有想過會令到潛在的社福開支更大呢 我明白政府施政是要考慮到持續性 人口老化已經是一個發生了的現象 其實要小部分人養活大部分的人 長遠下去是不可能持續也不可能發生 如果政府想人延長退休年齡 減輕社福開支 前提是一定要確保市民健康才可以做得到 希望相關部門的新局長可以考慮到這個問題的情況 我個人認為長壽命不如長健康 幫助到市民有長健康 其實是會令到大家活得更有意義 公共醫療系統開始重視預防和康復 全民健康投資 大家才可以自得其樂 即仰無幻好 長明到一百二十歲又怎樣 請問我啊